诶 阿哥 芷兰 冤家 你是什么人 沧州三霸余洪水 余洪水 杀我父亲的也有你 没错 成恶扬善 我做的没错吧 我也在找你 说明你 不想走正路 你还想和你父亲一样作恶 那我就一样惩罚你 我徐利人逃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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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下 快 快到 快 快 去 快 �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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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着裂 快走 走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我是霍恩帝的大儿子霍元清 我是霍恩帝的三儿子霍元栋 好啊 霍氏三兄弟全都出来了 我本来拿到的钱是杀掉霍恩帝的 没想到先杀掉几个小崽子 这样也好 我会拿到更多的赏钱 我会把你们的人头并排放在山顶上 让你们看到每天的太阳 我告诉你 我们霍家人不是那么好气氛的 霍家人都是好汉 好 个个都是好汉 我就喜欢跟好汉打 你们一起来吧 原家 你带志来 你们先先生 大哥 听话 就你们两个还跟我打 我把你们都送上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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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 这两只恶狼不肯轻视他们 原甲 百战 你们还摆起阵来了 看我怎么破你 老子是越打越兴奋了 今天老的就要跟你们决一死战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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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怎么回事 你小子长本事了 袁东 没事吧 没事 还在败战呢 你们去死吧 一群废物们敢跟我打 袁甲 大哥 我们这么打下去 远不是办法呀 好汉不识 眼前窥 我们跑 好 走 别打了 快跑 还想跑啊 快 快走 快 爹 爹 回去 好 我 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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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伙 你又两下子 来吧 快看 老爹要险真本事了 之前他一直在躲 现在看他怎么办 那老爹会不会有危险 对老爹来说没事 可能刘黑山就不一定 老爹 快 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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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出现了 我对你一人再认 你却咄咄逼人 我告诉你 霍恩帝 我是来报仇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 你的父亲在江湖作恶 杀人无数 是天下人共住的 那是你的一面之词 他又没得罪你 你为什么要杀他 孩子 我们坐下来 慢慢谈一谈吧 我不想听你的花言巧语了 看来你的确需要一些教话 来吧 我不想听才能听他 他会得罪你 我也不想听他 这样 我就赶你 去吧 消失 多 救命 你快给我起来 你 你 皇帝 我要亲手杀了你 走 老爹的身手真是太可怕了 这就结束了 大哥 大哥 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于洪水老爹 我知道你会来的 大哥 没想到二十年以后 我们又在江湖上相见了 你以为我们会在哪里相见的 老爹 我还以为就像大哥说的 是在茶馆里相见的 等这件事情解决了 我们就在茶馆里喝茶 我备了好茶 好 大哥 说定了 这两天 你让我 有点重新验识你了 以前我觉得 你只是一个会听父亲话的 唯唯用诺的书生 没想到关键的时刻 还是个能往上冲的汉子 你练功啊 千万不能心急 也不能囚快 欲速则不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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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害怕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远甲 你进步很快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远甲 现在是我们霍家最危难的时刻 多个人多分力量 我 就不是什么练武的好材料 小时候 老爹教过我一些功组 但是小 不知道有什么用 就没有好好学 到现在有些官窍还是参无不透 但我可以把老爹教我的功组传给你 一招一拾地给你打出来 剩下的 你自己慢慢参悟吧 大哥 你要叫我霍家全 没错 从小就看得出你天资高 比谁都聪明 爹不教你 也是为了你好 现在我们霍家 需要有人站出来 这个人只能是你 有时候 人世间的事情真是说不清楚 大哥 那你这样做 算不算私自传授啊 你别违规啊 这我倒没想过 但这是爹的意思 爹希望你承起霍家全 这是爹的意思 老爹不够言笑 对咱们兄弟严厉了一些 但你看到今天 就为难了 为难就说明认真了 老爹还是很疼咱们兄弟的 尤其是你 大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请大哥撕脚 原家 你先天有余 根基不稳 就是每个师父好好待你 我教你的霍家全 你要取其精髓 融入自己的全法 融会贯通 这样 必定大有进步 是的 大哥 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一个大老粗 能有什么希望啊 只要咱们一家人 挨过这一次 能再团聚 我就不失望 来 我们接着练 嗯 嗯 好 余大叔 余大叔 打扰您睡觉了 我知道你们会来这儿 您怎么知道我们会来这儿 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是急了 吃了这么多的亏 你们明白 只有练功夫 才不会受人欺负 才能够保护好自己 余大叔 我希望您能教我功夫 而且多教我一些狠招 为了保护我的家人 我不惜一切代价 咱们爷儿俩很投缘 你是个练武的好批子 原家 你不是不希望你爹 躲躲闪闪过日子吗 你不是也不希望霍家 继续忍气吞声 受人欺负吗 那你就要硬起来 让江湖上所有人都知道 霍家后继有人 谁都不敢拿你们怎么样 原家 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说的话 我会教你功夫的 原家 希望你能跟我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个混蛋 是你杀了我拳墙 杀了我父亲 让我成了孤儿 今天 我终于明白了真相 我要杀了你 为我的父亲报仇 救命 叫我 爹 娘 我今天就要给你们报仇了 火恩帝说 不是何必共处吗 不是说不报仇了吗 求恨能够忘记吗 我死去的爹娘能够活过来吗 不报仇 不报仇我还这干什么 还这干什么 火恩帝 你骗我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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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在干什么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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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侠 我的风格你是知道的 就是一个字 狠 心狠 手狠 没有别的招数 一招必敌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狠心才能噱透 告诉我 你够狠吗 够 底气不足 来 我就是你的敌人 插了我 拿出你最狠的招 使出你最大的力气 来吧 就这点工夫凭什么保护家人 凭什么跟我谈条件 让我教你功夫 不自量力 我可以现在就杀了你 可是你不是我的仇人 可是你是我的仇人 火温帝是我的仇人 谢谢你刚才那句话提醒了 我的仇恨能忘记吗 我的父母能活过来吗 我不报仇 我不报仇 我活着干什么 你这个混蛋 火温帝 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我先杀了你 给火温帝一点颜色看看 你就替火温帝当第一个牺牲品吧 让你 小姐 小姐快走快走 你想干什么 滚地 你这个老狐狸 我差点上了你的道 记住 咱们沙场上见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咱们永远都是仇人 刚才你女儿那几句话 告诉了我 我明白了 仇恨能忘记吗 我的父母能活过来吗 我不报仇 我不报仇 我活着干什么 咱们后悔 被有欺 芷兰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老爹 杀了他 小姐 芷兰 你也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你又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仇敌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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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眼人 追 哎 哎 爹 他本性难改 不应该放他走 应该杀了他 哎 哎 哎 大哥 直浪 让他跑了 老爹 我们追出去就不见了踪影 怎么就让他逃走了呢 应该杀了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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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逃到了一线天的峡谷里面 我们下个行程就更难了 孩子们 拿出你们的实力准备应战吧 他把他赌摆 pres 还是不知道 把他用来 嗯 霍老爷 霍老爷 我错了 霍老爷 我错了 霍老爷 起来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你救了我三个儿子 我该谢谢你呀 我有罪啊 霍老爷 我罪该万死 霍老爷 请坐 快请坐 坐坐坐 你现在也是危难众人 对呀 所以霍老爷 我 我希望您能够收留我 我给您当牛做马都可以呀 过去的事情就算了 当初是谁让你害的我 就是那个暴眼人哪 昨天您抓住的那个暴眼人 霍老爷 如果能够给他 加大刑罚 也许他就招了 肯定能抓住那个 陷害您的幕后真凶啊 可这里不是县衙大堂啊 对对对 如果你们不行 我去认他 对付这种人 我可是很有办法的 当初多少死不照顾的人 都在我这里张开了嘴 那该有多少冤啊 是是是是 要不我现在就去认他 昨天晚上他已经跑了 跑了 怎么能不让他跑了呢 他和你一样也是受人指使的 你想怎么办 我现在也无处可去 我只有跟着您了 我以前犯了错 还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要放在心上 我知道 我以后的一切 就跟霍家联系在一起了 县令大人 怎么会放了你去救别人呢 对了 护老爷 县令有一封信 让我转交给您 多吃点 你是说 他们不准备进宫一线天侠谷 他们没有这个实力进宫一线天 那他们干什么 那个余洪水带着霍家三兄弟 正练功呢 天天练 太可笑了 他们霍家这三兄弟啊 除了霍元清还懂点皮毛 那两个简直就是个窝当废 对呀 功这个东西啊 不练个三五年能练出个啥呀 练个三五天就出来对付我们 找死吧他们 找死 也不能小瞧 好 霍元甲功夫不行 脑子很灵 哎呀 大哥 你别光长他人稚气 那帮家伙他成不了气候啊 不过 有余洪水和霍恩帝 他们是武林高手 那算什么 咱们五兄弟联手 加上这一线天的天天 咱们有把握啊 好 我们要休整一下 准备战斗 迟早让我杀了他 好 干 干 出去 是 停 嗯 你在圈外了 你来 身手太慢 心不狠 力不够 知道了 放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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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ру픈 烃烈 嗯 啊 啊 嗯 咱 thi 嗯 不 再来 小子 你给我回来 哎呀 哎呀 你这个笨蛋 连木头都战胜不了 如何战胜敌人 少爷 好小子 你怎么不按章法出派 对不起 于大叔 我一时心急 乱了章法 好小子 你够狠的 来 再来 来 看着 你怎么来真的 玩功夫不就得来真的吗 不然还能叫功夫嘛 你会有功夫吗 一点点 小意思 等等等等 那你教我学功夫呗 教你 可以啊 不过 我要什么好处啊 小气鬼 就知道认钱 银子可是好东西啊 你 你 哼 你白教我 我都不跟你学 我自己练 哎 原家 你下来 你来 过来 玉大叔 我就不来了吧 玉甲 还是你来吧 怎么起来 请师父指点 好 记住了吗 这一拳是给你的教训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能分心 你 起来 你干嘛 你们全家都在等着你救他们 你就是死 你要给我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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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蛋 我来 起来 你来干什么 玉大叔 我来向你学艺 这种招数不是女孩子学的 女孩子怎么了 我要报仇 报仇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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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wang 你已经凌空了 还有什么招啊 我就是让你看看 你人也能学功夫 爹 老爹 雨洪水教了你什么 狠 学会了吗 还要勤加练习 展示给我看看 好 爹 把元清和元栋交到后院去 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弥宗权 好 是 孩子们 我叫你们过来 是想打开心里面的一个结 这个结是我自己结的 我一直不想把它打开 可是我现在不得不打开 我现在要打开这个结 必须要有你们的帮助 二十年前我心里面就有这个结 我下决心绝不教你们功夫 我要你们远离江湖 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我在祖先的牌位面前烧香立尸 绝不能让我的后人学武 所以我安排你们的生活道路是 老大霍元清 武农 经营我们家五十亩的田地 学一点武功 虎一下身 就点苦难 就行了 老二霍元甲 我要他全心读书 考个状元 让我们霍家 能有点书香之气 成为文幻之家 老三霍元栋 全心经商 鸦片战争 把天津的门打开了 那么多的洋人 跑到我们中国做生意 我们不能比他们弱 所以以后你在天津 能开个门面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芷兰 我唯一的女儿 我只希望你一生能平平安安 过上富足安逸的日子 能够生儿育女 我就很满意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二十年后 我种下的种子 开花了 开出一朵有毒的花 愿不愿意我都要坚守 不光是我 连我的孩子们也要坚守 二十年以后 我的梦破碎了 老爹 我们都是您的孩子 我们愿意承担 这个我也明白 该来的躲不过 为了我们霍家不被灭门 为了正义不被消灭 为了今后不会有麻烦 我们必须站出来 进行最后一战 老爹 老爹 我们都听您的 老爹 我们都听您的 谢谢孩子们 你们理解父亲 从今天开始 我教你们霍家权 元清 你跟元甲过了两招 大哥 请 请 走转起伏 神行似水 凌 众横交错 反转熏机 下盘稳固 尽力威猛 尽力威猛 是 事事先接 无懈可计 步行人扩 身姿舒展 走 协调联敏 逆达气机 如影如患 随眼随便 原家请恋爱 刚柔相顾 随信随收 大哥承让了 这就是祸家权 好好体会吧 知道吗 我一定要一刀一刀地刮了你 大哥 陪我喝酒呗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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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余大叔 您笑什么 我发现 你的招数 我现在已经无法想象了 您什么意思 你的招数里面既有我的招 也有你父亲的招 余大叔 我一直在等你父亲打开这扇大门 如果他再不打开的话 我们就没有退路了 现在这扇门已经打开了 将还是老的了 大哥的拳法果然不一样 不过对你来说 施展不出全部威力 很多招式只是点到为止 没有入目三分 无法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就会再次让敌人 有反击的机会 我今天教你一套拳法 拳拳倒肉 你回去 打给你爹看看 嗯 我 fights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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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唐 这种野蛮的打法是没有心胸的 出招毒辣容易置人于死地 原家你要内外兼修才能成大器啊 我教你的新拳法是在八卦途中得到启发的拳法 要以柔克刚 功夫不是用来杀人伤人结仇的 功夫 只要征服他就可以了 只要征服他就可以了 记住 也讨厌 走 好 记住 江湖不是演戏 是你死我活 你不狠心 他就杀了你 这不是结不结仇的问题 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难道 难道交手就一定要死人吗 仇人相见 就是交手 不杀人 怎么叫报仇呢 什么叫江湖 就是数不清的恩恩怨怨 生生死死 死了 不是 不要 他是 走 走 这儿 这么猜 这儿 不 走 严家 你心里在想什么 报仇 你想报仇 你有杀父之仇吗 你有夺妻之仇吗 你有灭门之仇吗 你有绝号之仇吗 你有吗 没有 那你有什么仇 如果我不杀了他们 那就是我们死了 功夫之高 在于不杀 征服对手 化敌为友 才是功夫的最高境界 他们要来杀你啊 那你就想办法 要比他们功夫高 征服他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那就是我们死 我不教你功夫 就是怕你这一点 你不要受于洪水的影响 学他的功夫 不要学他的思想 火人家 面临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 他走到了一个 非常为难的十字路口 面前的困难 必须要通过 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 他的左边是父亲 右边是于洪水 父亲告诉他 武功的最高境界 是征服敌人 打败敌人 但是没有强硬的功夫 怎么去打败敌人 没有强大的心灵 怎么去战胜敌人 于洪水告诉他 下手要狠 出招要狠 一定要置人于死地 难道每一个敌人 都要杀掉吗 如果杀掉 是不是就没完没了地 变成了复仇 仇人的后代 也会来寻找他 那时候真的就陷入了无边无际的循环之中 仇恨会十年二十年 甚至会一百年的延续下去 究竟该怎么办 霍元甲陷入了痛苦的思挫之中 他不知道父亲是对的 还是于洪水是对的 他也在想 父亲凭什么会成为高手 于洪水 也为什么会成为高手 什么办法都行 只要让他们不得安宁 要不杀他个人 顺便把客栈也给我烧了 最好 能绑架他们一个人回来 干完这些 再弄个女的会来玩玩 走 少爷 先会再练吧 先喝碗凉茶 好 来 辣妹 这是什么呀 味道还不错 这是老爷给的方子 可以去疲劳强体质 对于西武之人更是有所帮助呢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少爷 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辣梅 辣梅就在你身边 辣梅 其实 少爷 不敢有别的想法 只要伺候好少爷就行 在少爷身边心里就踏实 当初小姐把我塞进轿子的时候 就是相信我能伺候好少爷呀 你还需要什么吗 不用了 哦 辣梅给少爷带了一件外套 小心别着凉 来 等会儿再穿吧 那 那我先回去了 随便 叔叔 去 gue 你 可能 我 helicopters 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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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来 看来当初我的决定是对的 什么决定啊 让辣梅替我上教 直来 这 辣梅是个很会伺候人的丫头 她知冷知热 关心备治 是你的福气 直来 你要知道 当初那个教子可是去接你的 当时我一心只想着找我的杀父仇人 为我的父亲报仇 所以才偷偷学武 私闯江湖 你想 一个身怀家仇大恨的女人 怎么可能安心嫁人呢 霍元甲 你不要对我期望太高 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只喜欢英雄 是我自己太懦弱 不是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家人 而我心里想的只有报仇 我可以帮你 报仇是不能帮的 估计他们戒备森严 我们不好靠近 别着急 我们转转看 怎么可以进去 走 正好一男一女 男的归你 女的归我 我们还是小心点 怕什么 我们慢慢绕过去 走 虽然暂时平静 可是霍家的风波暗层 敌人在暗我们在明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正因为如此 我才更迫切地练习 希望早点能撑起这个家 在爹和玉大叔之间 你想清楚了吗 你会和谁一起 我也不知道 玉大叔说要去闯荡江湖 让你动心了吧 可是家里这边你又放心不下 我总觉得 爹一位的躲藏 总归是不对的 我之前一直向我尸团 以为好好读书 考取功能 可以为朝廷效力 仔细想想 现在又走到了 另一条道路上 不过这样也好 现在大清危在旦夕 外来流口 都骑在我们自己的脖子上 为所欲为 国难当头 官府却腐败 这考虑自己的义己之词 迎头效力 撇开自己的老百姓不光 使徒安逸想了 这样的官场 也不过如此 这样的势场就算没关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江湖 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 也许比官场还要可怕 官场是暗流勇动 江湖是惊涛海浪 是胡元甲 旁边那个 就是他的那个美娇妻 上次就让他给跑了 这次一定不能让他跑 胡元甲在那儿 他是个废物 前两次要是没别人帮他 他早就做了刀下鬼 这样你去杀了他 我抢了美女就跑 你在后面掩护我 怎么什么好事都是你的 我是你大哥 别废话 上 这 这 不对呀 什么不对 这是火焰夹吗 应该没错 怎么几天没见 就成了武林高手呢 不可能 我也不相信 尽快解决他 江湖不是演戏 是你死我活 你不狠心 他就杀了你 这不是结不结仇的问题 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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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那个窩囊费干嘛 嫁给我多好啊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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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禴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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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又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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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 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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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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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追了 看样子 他们不是来进宫的 我殺了他 你不殺他 他就會殺了你